大家好,欢迎收看自由亚洲电台的焦点跟踪节目,我是何平。 最近复旦大学研究生投毒案,让1995年的清华大学他众读案,再次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被害人朱令,曾经风华正茂,多才多艺,如今全身接近瘫痪,几乎全忙,不能说话,智力相当于六七岁的儿童,生活无法自理,在年迈的父母照顾下,维持生命。 当年警方曾表示,凶手就在朱令的身边,但是原本线索简单的校园案件,最后却不了了之。 19年来,坊间关于谁是凶手的猜测一直没有停过,朱令案早已不作为单纯的刑事案件而存在。 朱令既是一个话题,又是一个符号,他仅仅地与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期盼联系在一起。 朱令案这起重大的投毒案被离奇悬置起来。 当年案发后,唯一曾被公安局定为犯罪嫌疑人的孙维的背景,被迅速聚焦。 人们普遍认为,孙维是由于强大的家庭关系和社会背景而免于法律的惩罚。 据悉,嫌疑人孙维的爷爷孙岳琪是民阁中央副主席,明律主席,与江泽民私交甚好。 唐叔孙福林,历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据朱令的母亲朱明星回忆,对于案情的进展,1995年警方曾对他说过,现在只剩下一层窗户纸了,但是他们一直都是说,已经上报寝室了,也许就破了。 可见,公安机关对谁是凶手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但是这个答案不经领导批示,无法公之于众,只能成为悬案。 19年来,朱令父母经常跑公安局等部门,要求查阅或公开当年此案的卷宗,但得到的答复一直都是正在调查中。 据4月20号新京报的消息,朱令父亲吴成之称,以致偶然的机会,他从朋友那里看到一份2007年公安部对政协提案的回复函。 其中显示,1998年8月25号,经中央领导批示,时任北京市政法委书记的强卫,批准市文宝处半截朱令案。 但吴成之表示,时至今日,公安机关并没有告诉他们此案已结。 同时,他质疑,一个刑事个案是否有必要上报中央领导。 他形容,朱令案情有一条线,但是每一次到了这条线,就走不了了。 5月8号,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北京警方在案发19年后,首度发声明,公开回应朱令案。 声明表示,确实有人投毒,但是犯罪痕迹物证已灭尸,并坚称办案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干扰。 但是,只字未提是否会公开案情。 一层指一条线,19年无法逾越,法律仍旧不过是权力者手中的玩具而已。 朱令悬案折射出背后复杂的利益关系,让中国民众再一次见识中国权大于法的制度黑暗。 朱令案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互联网改变中国人生活的力量。 1995年,正是朱令的高中同学,当时21岁的北大学生贝志成和一批同学,通过互联网向世界求救,才确诊朱令,身中他毒。 这是中国首次利用互联网进行国际远程医疗的尝试。 可以说,是互联网救了朱令。 之后,是互联网让人们记住朱令。 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上,关于朱令他中毒事件的词条,一直有实时更新。 海外网站上的清华朱令被投毒案件史莫和大事年谱,汇总事件详细资料。 热心人士在2004年3月发起成立了帮助朱令基金会,并建立和维护相关的微博和网站。 天涯的高楼和百度的朱令巴黎,网友们今年累月地跟踪和传播每一点进展和转机。 而关于朱令案的讨论高潮,19年里出现过三次。 第一次是作为清华女大学生离奇中毒的报道呈现。 第二次是2005年,经互联网传播,引起网民广泛关注。 第三次,就是由复旦投毒案牵连出的本轮大讨论。 这一次,规模比以往更大。 网络大战不断升级,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和微博的交流方式,给平民信息一个更大的舞台,使朱令的遭遇近人皆知。 越来越多的网民的介入,导致了支持朱令舆议论场的形成。 被同情和愤怒裹挟进来的陌生人,用人肉搜索的方式来表达对朱令的支持和对嫌疑人孙伟的质疑。 新的爆料不断出现,使这个故事就像一个不断翻新上演的悬疑剧。 来自世界各地的网友们充分发挥所长,进行考据、心理分析和文本分析,一时间形成全民福尔摩斯的壮观场面。 孙伟本人迫于压力,曾于2005年、2006年、2013年三次在天涯社区发布澄清声明,并组织同学或雇用网络水军进行反击。 2005年底,黑客破解孙伟及相关人员的电子邮箱,获得孙伟指导几名同学在网上支持他澄清嫌疑声明的发贴指南等资料,让人得以窥见这个集体内部不可告人的秘密。 从最早怀疑的孙伟投毒,到如今公认的团伙两次作案或团伙之情,一再冲击着人们的道德底线。 2011年底,天涯网站发生大规模账号泄露事件,印证了黑客的爆料,再度引起海内外华人网民对孙伟以及相关室友的人肉搜索。 一些网友找出了据称是相关室友的电话、家庭住址、工作单位以及个人照片等个人信息,进而从虚拟网络世界转战现实生活,对如今已经散布于世界各地的相关人员的日常生活秩序,进行了有组织的骚扰和破坏。 由此可见,网络时代,中国公众对公平正义的欲求越来越强烈和显性,就此而采取实际行动的意愿和能力也超出了以往。 人们在网络彼此鼓励,我们的目的就是公开信息,重启案件,追查凶手,讨回公道,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一日不达目的,一日不能放弃。 中国人的侠气,终于在朱令这个美丽的落难女孩那里,找到了现代版的回归。 对此现象,有人指责他们是网络暴民,担心网络助长,盲重暴力。 也有人顾虑,对嫌疑人的无罪推定,将造成司法灾难。 其实,正是中国的司法缺席,迫使网民用非常手段,被诛令、申冤。 新华日报4月23日发表文章, 司法审判不出面,民意审判不会停。 文章说,民意审判没有法律效应,不能抓人,却有不可忽视的爆炸当量。 司法审判缺席越久,民意审判的续发能量越大, 这能量足以吞噬嫌疑人有序的日常生活, 也重创伤痕累累的中国司法形象,毁掉民众对社会公正的信念。 阳光何时驱散黑暗,民意期待司法就位。 这一论网络舆论高潮的另一个特点是国际化。 5月3号,一名旅美华人在白宫官方网站发起呼吁, 要求美国当局为保护共民安全,将投毒嫌疑人孙维驱逐出境。 请愿书称,孙维在朱令案后改名换姓,通过婚姻欺诈的手段进入美国。 在请愿书发出不到48小时之内,签名已经突破规定的10万人。 以此为标志,朱令案由一个刑事案件升级为政治事件。 5月初,国际各大主流媒体纷纷报道朱令事件,评价中国社会对此事的反应, 论述事件对当今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影响。 上海网络作家林霜表示, 国人跨国请愿只是借题发挥,实质是对目前专制体制的绝望。 民众对社会变革的诉求空前高涨。 长期关注中国侵权案件的安徽维权人士周伟林说, 杨上访不是什么新鲜事, 不少中国的侵权案件已经申诉到了联合国, 但是这一次这么大规模的跨国请愿还是首次。 我认为没有用,但是呢,可能在舆论上觉得我们的政府可能觉得比较尴尬。 说明有点大家对这个中央政府失去信心了。 而且到杨上访,比方讲,我是有点联合国上访的, 放心这个话,可能这个工作量太大,也可能也不太好做。 网上有观点认为,中国网民白宫上访, 这行为作为策略而不再是行为意义本身, 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场十数万人的行为艺术表态。 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没有出口的名义, 与寻找出口的努力,堪称经典。 除了象征意外, 白宫请愿的确给最好面子的中国当局以巨大压力。 5月6号, 新浪微博的微博搜索解除了自5月3号以来, 被朱令、孙伟、他等关键词的屏蔽。 5月8号, 在案发19年后, 北京警方首度公开回应朱令案, 这让中国网民看到了希望, 他们问, 互联网曾经把朱令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 这次能把真相还给他吗? 有人说朱令是属于这个时代的, 的确, 朱令的悲剧已经成为中国时代一个典型而又极端的缩影。 19年来, 朱令和家人承受了常人不能承受的痛苦, 但法律一直没有帮助他们找到真凶, 正义一直没有得到伸张, 这是朱令的痛苦, 也是社会的悲哀, 更是国家的耻辱。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何平,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会。